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网友会觉得现在的大一哥名气已经没那么大了 也有很多网友吐槽他儿子的样貌 就连长得忠厚老实 也有人质疑他儿子的智商 走红后的大一哥确实发生了不少的改变 但在儿子的婚事上 还是操碎了心 儿子平停相亲 平停失败 难怪大一哥这么着急 虽然有过几次相亲失败 不过大一哥最大的精神就是不服输 在街坎里呗 虽然照片中只是露出来半张脸 但已经可以断定是一名标准的美女 白白净净的 而且这次相亲的地点是在女房家中 从装潢摆设就能看出女房家里经济条件非常不错 墙上还挂满花 估计文化也有一定的水平 再回顾一下大一哥儿子之前的相亲对象 这个穿红衣的女孩 当时和家人一起在大一哥家里相亲 但是也能看出她上不更是 看得出是一脸的不情愿 这次相亲更是被网友吐槽这名女孩 看起来就像个初中生 到底成年与否还不知道呢 接下来这一位看着就比较正常一些 不过这名女孩的身高就有点欠缺 连大一哥儿子的肩膀还没到呢 她儿子当时正好开车和这名女孩出去都疯 在后面站着居然还没有坐着的大一哥儿子高 不过女孩倒是长得一脸贤惠的模样 戴着副眼镜 思思文文的 大一哥也曾经公开表示过 对于儿子的婚事 他并没有什么要求 只要他们能处得来就可以 不过看他平凡的儿子物色相亲对象 说不着急谁心呢 不过这次相亲的对象这么美 大一哥当然是非常满意 随后还请了梅人和女包全家搭成礼吃饭 似乎谈得非常顺利 朱志文儿子相亲成功 准席富气质清香极佳 大一哥非常满意 如果接着一起去吃饭的话 代表着有下一步的可能 看来这次非常有戏 看来这次非常有戏 朱志文的儿子要相亲成功的节奏啊 不知道你们怎么看 放松材料 这次我们会ه哈 看到钧 请ял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